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圣经中的人物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要来看扫罗要杀大卫 今天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提到撒木尔在这里 神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撒木尔 撒木尔他是从母妇就被母亲奉献给神了 做拿西尔人 在神缺乏有和事的人时候 那时候是非常黑暗腐臭的世事时代 神找不到有可用的人 所以撒木尔的母亲哈拿就把她奉献给神 让她从小就长在烟花面前 她的母亲说是把她借给神 因为撒木尔就是神的百姓的心就归向了耶和华神 撒木尔从小就一直清新的听神的话 他一直是有神的同在 神也乐意将他所要做的事 事先启示给撒木尔 因为他会听神的话 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 神对他说话 他也对神说回去 因此他是摩西之后第一个生严者 也是旧约历史的里程碑 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中提到撒木尔的事情 在彼得使徒行传第三章 他在传福音的时候说 从撒木尔起 以及相继兴起的众生严者 凡说预言的也都宣告了这些日子 所以这里是从撒木尔开始 讲到从他后面有很多的旧约的生严者 保罗在福音传十三章也提到了 神给他们设立事实 直到生严者撒木尔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见 撒木尔的确是旧约历史的一个里程碑 神仙节的以色列人摩西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生严者 而且他写了摩西五经 那么在他之后呢 就是撒木尔被兴起来了 撒木尔一直保持的与神有亲切的交通 在要做任何选择之前 他不凭着自己的意识 他在心中是跟神亲密的沟通 不坚持己见 例如在选择该高的王来做王 并且警戒他们成全他们 撒木尔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是神时代的器皿 从混乱的四世时代 要转移那个时代 结束四世时代 带进国度的时代 好我们很快把扫罗的事情也回顾一下 扫罗在吉甲贝利为王 带领以色列人打赢了第一场战争 他从谦卑 没有自信 就渐渐骄傲起来 自以为做王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他不认识神 也不在乎神的律法 给他的规范 扫罗第二场战争 在吉甲 他和百姓都轻敌 百姓看见菲利斯人大军来到 都四散逃跑 扫罗等不到撒木尔来到 他就违规献祭 违背了神的吩咐 因为在旧约时代 献祭必须是祭师才能够做的 就是在撒木尔 但是扫罗他自己以为为王 然后看见秦氏为吉 他想就献祭的话 神帝会帮助他 但是这是神不允许的 所以他正在献祭的时候 撒木尔来了 扫罗被撒木尔严厉的责备 他的国必定不保 耶和华要另外 兴起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 来为王 但这场战争 后来是借着 撒木尔的儿子约拿丹 简单的信心 打赢了菲利斯人 有怜悯的神 再次给扫罗机会 去灭绝亚马利人 但是扫罗却违背了神的吩咐 私下留下了美好的牛羊和亚马利王 他不肯杀他们 撒木尔再次在吉甲传着神的话 神已经弃绝扫罗这个不听话 不顺服的王 撒木尔奉神的吩咐 秘密地去高了大卫 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 跟大卫同在 恶灵来搅扰扫罗 使得扫罗痛苦万分 找到大卫来弹琴 舒缓痛苦 这个时候 菲利斯人可能得到情报 知道扫罗呢 他的神智痛苦 所以他们就来跟以色列人争战 这次他们出了一个勇猛的巨人战士 叫哥利亚的 向扫罗和以色列人挑战40天 咒骂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中间 没有人敢出去应战 牧羊同大卫 不能忍受 活而神的军队 被菲利斯人辱骂 凭着他在牧羊生活中 经历耶和华神的看顾和拯救 以他单纯的信心 投出了一块石头 打中了哥利亚的前儿 又拿哥利亚的刀杀了他 于是以色列人士气大震 杀败了菲利斯人 扫罗在胜利中班师回朝 百姓出来迎接他 可是当众妇女舞蹈唱和的时候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这么一句话就勾起了扫罗强烈的嫉妒心 开始多方设法要杀大卫 扫罗在大卫为他弹琴解痛苦的时候 两次拿枪刺大卫 神保守大卫 让他逃过去了 扫罗知道大卫有耶和华的存在 就越发的惧怕大卫 多次猜浅他去征战 想借刀杀人 却反而让大卫靠着神的同在 打赢了多次战争 即使在战争中大卫也顾到百姓 得到百姓的拥护 这跟扫罗只顾到自己 他当时有一场战争的时候 他要百姓启示 说不把敌人孽绝的时候 是不能够吃的 所以百姓后来疲惫饥饿 就逮到的那些牛羊 就不顾得没有把他们血放干 然后也没有烤熟 就吃了 就惹神的愤怒 所以大卫在这里 他不仅是顾到神 也顾到神的百姓 于是扫罗又设了诡计 要把女儿米甲嫁给他 但是要大卫去杀 一百个非力士人 作为聘礼 大卫也成功了 所以扫罗只好把女儿 嫁给大卫 在扫罗一连串的轨迹下 神却安排了扫罗的儿子 约拿丹爱大卫 如同自己的性命 女儿米甲也爱大卫 神使扫罗的儿女一起帮助大卫 逃避扫罗的杀害 好 接着来到我们今天的主要所说的 在撒末尔上十九章 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 还有众成福说 要杀大卫 扫罗原先只是心中设计 想要杀害大卫 现在他公开宣布了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却甚喜爱大卫 约拿丹告诉大卫说 我父亲扫罗想要杀你 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 留在隐秘的地方躲藏起来 大卫是神为自己 预备的合乎神心的人 凡是跟大卫有关的事 都在神的主宰之下 神虽然是看不见的 却是主宰一切者 他在一切之上 也在一切的后面 更在一切的里头 看不见的神 在主宰中安排了约拿丹 来告诉大卫 要他先躲藏起来 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说 大卫的好话 他说 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 因为他未曾得罪你 他所行的都跟你是大有益处 他不顾性命 杀那非是人 耶和华就为全以色列大行拯救 那个时候你看见了 也很欢喜 现在为什么无故要杀大卫 犯留无故人之血的罪呢 约拿丹虽然爱大卫 他也孝敬父母 但是他更敬畏神的公义 十节里头 第五节讲到当孝敬父母 那么这句话 我们应当如何来遵行 来应用呢 约拿丹 他先要大卫躲藏起来 然后用犯留无故人之血的罪 这样沉重 并敬畏神公义的话 来提醒父亲扫罗 因为他认识在孝敬父母之间 必须敬畏神 约拿丹是相信活神的 而且他这么的来提醒父亲 也是要爱父亲 我们要看见所有的警戒的话 都是提醒我们 我们可能走错路了 神是在万有之上的 要先来寻求他 约拿丹做了他所能做的 避免扫罗犯罪 得罪神 这个才是真正的孝敬 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 就启示说 我指的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他必不致被处使 约拿丹叫大卫来 把这一切事告诉他 约拿丹带大卫去见扫罗 他就和以前一样 势力在扫罗面前 虽然扫罗启示不杀大卫 但是属肉体的人 刻变十番 是不可信的 一个失去神同在 被恶灵所搅扰的扫罗 没有一点理智 只凭他自己的喜怒来决定 但是以色列的神 还是主宰的 不让扫罗在这个时候杀大卫 神有他的时间表的 而且神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此后又有战争的事 大卫出去和以色列人打仗 大大杀败他们 他们就从他面前逃跑 神不仅保护大卫 也借着大卫来保护神的子民 因为这是神的国 大卫在战场上的胜利 再次激起扫罗嫉妒的心 不对付肉体的人 就要被肉体吞灭 一直受肉体的挟制 我们要看见我们肉体的可怕 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二灵 又降在扫罗身上 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 大卫正用手弹琴 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 钉在墙上 他却从扫罗面前躲开 扫罗的枪刺入了墙内 这真是一个恐怖惊险的场面 这是扫罗第三次用枪来刺杀大卫了 大卫从战场上得胜回来 没有一丝骄傲 还是谦卑的势力在扫罗面前 还为扫罗弹琴解哈的痛苦 却差点又被扫罗试杀了 感谢神一再的保守 大卫又躲开了 大卫能做什么 扫罗已经公开宣布要杀大卫了 虽然约拉丹劝解了 扫罗也发誓不杀大卫 但是现在又亲自拿枪要杀他了 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 这一次大卫的逃跑 就成了被扫罗到处追杀的人 一直到扫罗死了 大约这个中间有13年 他是不得平安的 扫罗打发死者去大卫的房屋那里 窥探他 要在第二天早晨杀他 扫罗自己用枪要杀大卫 没有成功 大卫逃了 现在扫罗派了他的死者去埋伏 大卫从扫罗面前逃跑 他以为扫罗是被恶灵搅扰而想杀他 还不知道扫罗已经派人来窥探他 找机会杀他 大卫这个时候已经成了龙中之鸟了 大卫的妻子尼甲对他说 你今夜若不逃命 明日你要被杀 我们看见了主宰的神 却让扫罗的女儿迷甲看出情况不对 警告大卫要逃 所以我们前面看见 有约拿丹来劝扫罗 这里扫罗派了埋伏的刺客 要来杀大卫 那扫罗的女儿迷甲非常精灵 他看出了边上有这个怀疑的人物 他就警告大卫要逃 这些都是出于后面这个隐藏的神 于是迷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 大卫就离去逃走躲避了 大卫不可能从大门里面出去 一出去就要被杀了 所以他很可能从房子后面的窗户里面坠了下去 那么从窗户逃跑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过几次 去窥探耶利哥的探子 也是被喇合 从窗户被坠下去逃跑 保罗自己在大马社信的主 那些犹害人也是要来杀他 保罗自己呢是被门徒从城墙上 在一个篮子里面逃跑 神总是为他所爱的人预备了一条出路 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保罗说 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 出路绝了却非绝无出路 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我们信了主 这位主虽然是看不见的 也有一些危急的状态 出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但是我们眼睛应该来仰望 这位看不见的神 他总是为我们安排有出路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大卫的诗篇五十九首 在撒末尔记里面 只记载了大卫的外面发生的事 但是没有讲到他内心的故事 大卫在旧约圣经的一百五十首诗篇里面 他写了至少一半以上 那么这一首五十九首呢 可能是他写的第一首诗歌 在五十九的开头就有这么一句话 扫罗打发人 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 那个时候大卫做的这经诗 我们今天呢 没有时间特别来讲这个经诗的意义 我们后面我们会来提到 那在五十九首写什么呢 他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脱离仇敌 把我安置在高处 在高处呢 就是仇敌不能够上来 脱离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求你救我脱离作虐的人 救我脱离流人血的人 因为看啊 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 你看这些人是扫罗派来的 在房子外面 在那埋伏的 有能力的人聚集攻击我 耶和华 这不是为我的过犯 也不是为我的罪 我虽然无过 他们还是跑来 预备好攻击我 求你醒起 前来帮助我 并且查看 你看大卫在这里头 把他心头的话呢 他是来向这位活神 耶和华是我的神 扫罗从来就没有说 耶和华是他的神 在对亚玛利人的战争之后 他把牛羊留下来 他说他当一个借口 向撒木说 是把这牛羊 要献祭给你的神 但是大卫 他是一直把耶和华 当作我的神 万君之神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求你兴起 惩罚万邦 不要怜悯一切 诡诈作虐的人 你看他在这里 大卫是 不仅是 耶和华是我的神 他还是万君之神 耶和华 神是统领的万君的 所有的使者 都为他效力的 天上地下 所有的事 也都在神的手中的 而且他还是 以色列的神 你看这边 他有几次的 都在说 我的神啊 耶和华啊 以色列的神啊 这个就是很清楚 他在呼求主啊 他们晚上转回 叫豪如狗 围城绕行 这个是一个诗篇 诗意的发表 讲到这些埋伏的人 但你 耶和华 必向他们发笑 所以大卫呢 在这里头 他没有向人来抱怨 他是向耶和华来诉说 你要吃笑万方 我的力量啊 我必警醒等候你 因为神是我的高台 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 神要叫我看见 那些埋伏等候我的人 招报 主啊 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用你的能力 使他们示善 且降为悲 求你在怒中消灭他们 消灭他们 以至于无有 人必知道 神在雅各中间掌权 直到地齐 好 他又看到环境 还是那样子 他们晚上转回 叫好如狗 围城绕行 那大卫那怎么办呢 但是我要歌唱你的力量 早晨我要欢唱你的慈爱 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 在我急难的日子 坐过我的避难所 我的力量啊 我要歌颂你 因为神是我的高台 是向我思慈爱的神 你看大卫在这么一个危险的状态中 他在那边所写出来的诗歌 他是向着神来呼求的 而且他还赞美 撒木尔记记载了外面发生的历史 没有记载太多大卫心中的感觉 但是圣经中有许多大卫的诗 这些诗就透露出大卫内心了 这些诗篇都是他向着神的祷告 我们刚刚带大家看了 他都说一面讲这个情形 一面说耶和华你啊 所以他是向神的 他是一个呼求主名的人 你看在诗篇五十九 这是我们很少有人特别注意的一个诗篇 他在里面呼求 我的神啊 耶和华啊 万君之神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我的力量啊 主啊 你看他在那呼求主 他认识主有这么多不同的名称的 他也经历主做他的拯救 神是我的高台 你是我们的盾牌 他还赞美 这个赞美呢 你看他在那么苦难的情形之下 但是呢 他是赞美的 我要歌唱你的力量 早晨我要歌唱你的慈爱 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 在我极难的日子 坐过我的避难所 我的力量啊 我要歌颂你 因为神是我的高台 是向我施慈爱的神 弟兄姊妹 我这边要特别提起 赞美 不是当我们环境一切顺利了 一切都是顺心如意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可以来赞美神 没有 大卫是在这个 危难之中来赞美的 我鼓励弟兄姊妹去看 尼托尔森文集 在初心造就的上集里面 有一篇呢 讲到赞美 林立兄特别提出来 赞美不是在顺利的环境中 而是在受熬练的苦难中 从内心的深处发出来的 这个叫做赞美的气 我们有时候祷告 但是呢 最好的是我们赞美 因为赞美 表示我们已经胜过的仇敌了 大卫也凭着信心预言 人必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 直到地级 大卫是认识神的人 他不仅是雅各就是以色列人 神要在以色列人中间掌权 而且这个掌权呢 是要扩展到地级的 这是讲到神的心意的 好 我们再回来看萨木尔上 弥甲帮助大卫从窗户逃跑了 弥甲就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 把三羊毛只的网子 放在像的头上 用衣服遮盖 扫罗打发使者去捉拿大卫 弥甲说他病了 扫罗又打发使者去看大卫 说他病了 把他连那个床都把他抬上来 到我这里来 我好杀他 你可以看见扫罗是多么的不放过大卫 使者进去 看见床上有神像 头上有三羊毛只的网子 扫罗一定很气愤的对弥甲说 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 放走我的仇敌 你看他把大卫当作他的仇敌了 非利式人才是他的仇敌 但是现在他的嫉妒 就使扫罗认为大卫是他的仇敌 使他逃跑了 弥甲对扫罗说 他对我说 你放我走 何必要我杀你呢 其实大卫没有这么讲也没有这么做 但是弥甲这时候呢 对父亲这么说 他是撒谎 你可以看见这个父亲是这样的情形 这个女儿呢可能也撒谎 是当作不算一回事的 弥甲在家里头还有那个神像 神像呢可能是真人大小的一个家神 在西伯来文叫做Perafin 这个是摩西律法里面所禁止的 但是这个漏习一直流传在民间 弥甲也像他父亲是一个属肉体的人 所以家中有偶像 他也对说谎习以为常 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 当时以色列人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神却借着扫罗的追杀 把大卫赶离米甲那有偶像的underwall 从此不再受偶像的影响 神的智慧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感谢主 神借着扫罗的追杀 不让大卫有份于任何的偶像 好 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诗篇 诗篇十九也是大卫写的 这里面很长 我就只列举一些 从七节到十四节 大卫说 耶和华的律法完全 能苏醒人的魂 耶和华的法度可靠 能使渔蒙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 能快活人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明 能明亮人眼 耶和华的教训 洁净 纯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 真实 全然公义 你看大卫在这里头呢 不仅是认识神的话 而且呢 他神的话里面 律法 法度 训词 命令 教训 典章 他好像是非常的清楚 这些我们今天 没有时间来好好的解释 这个不仅是客观的 他就知道这是神的话 你看他所讲的 苏醒人的魂 使渔蒙人有智慧 能快活人心 能明亮人眼 纯到永远 全然公义 这些都是主观的 所以可以看出来 大卫是很享受主的话 所引导他 带来他的这种的 各方面的好处 这些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金金 可羡慕 大卫是把神的话 看作是至上的宝贝 比蜜甘甜 且比风房下低的蜜甘甜 所以大卫不只是 客观的来读 他是主观的来享受 而且享受 他把主的话 看作是蜜在他的口里头 是这么的甘甜的 况且你的仆人 借此受警戒 谨守这些便有大赏赐 所以大卫呢 他是认得神的话的 而且借着神的话 不仅是主观的得到供应 他还受到警戒的 那么先来看一看 大卫从小 家中就贫穷 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 受教育 而且当时 连扫罗王都不读摩西五经 百姓中更不可能 教导孩子学习摩西五经了 在那个猎王记的时候 我们看见呢 那个摩西五经呢 没有一个王去读的 是到了 约西亚去修理圣殿的时候 找到了一本摩西五经 这才惊醒过来 所以我们看见呢 你看在这个四诗记里面 还有在撒末记里面 几乎都没有提到神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 大卫是从哪里来认识神的话 好 大卫从扫罗那里逃跑了 逃走脱身 来到拉玛见撒末尔 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都诉说了 他和撒末尔就往拿约去居住 这个拿约呢 很可能就是在拉玛 那个村庄里面的一个小的地方 一个小的区 大卫逃跑 他想去哪里躲地呢 他可以去哪里呢 他跑出找撒末尔 撒末尔是一位队族 有多年认识 还有很多丰富经验的年长弟兄 大卫被撒末尔高了之后 都没有机会跟他相处 在这个时候 正好给他一个机会来学习 就像我们现在有疫情的时候 很多地方不能去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段机会 来好好的来读圣经 来读属灵书报 来好好的来认识主 大卫抓到这么一个好机会 来学习了 撒末尔教导大卫什么呢 撒末尔在圣经里面 是一个出名的呼求主名的人 所以他一定教导大卫 来呼求主名 撒末尔不仅教导他认识神 一定也教了他摩西五经神的话 为什么呢 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 都提到他保爱神的话 就是摩西的律法书 在当时神的话只有摩西五经 律法书 但都是要用手抄的 可能没有很多份 但是很可能呢 至少是有一份 是跟约会或者神的帐墓在一起 而且是由祭司来保守的 这些摩西五经呢 连王都不读 所以呢 也没有太多的百姓去读的 也没有人去教导的 以色列人他们教导 他们的孩子们去读圣经呢 读旧约圣经呢 是在他们圣殿被毁之后了 所以在撒木尔跟大卫的时候 是没有人来教导摩西五经的 以撒木尔跟神的关系 神的话一定是被生言者 撒木尔保存着传承下去 由摩西在生命纪里面的吩咐 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写在额上 绑在手上 你们躺下 你们起来 你们都要来记得神的话 还有神对约苏亚 当时约苏亚从摩西那边接过棒来的时候 他里面也是惊心胆战的 神说你不要怕 刚强壮胆 刚强壮胆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头 所以我们看见呢 摩西跟约苏亚 神都是这么的吩咐 就神的子民是要来认识神的话 因此撒木尔在这段时间里面 一定是教导了大卫来认识神的话 也保爱神的话 所以大卫认识神的话 就是从撒木尔这里得来的 大卫享受主的话 而他在经历中对主所写的诗 也成了神的话的一部分 这些话里面 他启示了基督 启示了神的心意 启示了神的居所 启示了神的国 种种的事情 很多都是借着大卫的诗篇里面 所讲出来 好 我们引一个大卫写的诗 三十四篇 你们要尝尝 便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 投奔于他的人有福了 你看大卫这时候 他正是一个在被追杀的人 他是投奔到主那里去 那投奔呢 他不只是外面的投奔 环境安静就好了 他是要尝尝 他是来吃主 来享受主的 他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 十篇十九篇的第七节 我们刚刚说了 耶和华的律法完全比蜜甘甜 且比丰房下地的蜜甘甜 所以大卫不仅是来读主的话 他是来享受主的话 同时大卫也可以有为年长 对神有丰富经历的弟兄 来诉苦 来交通 撒木尔这个时候已经年迈了 没有能力来保护大卫 但是能够教导他认识神 也认识神的道路和法则 学习十字架的功课 对付肉体 也对付天然 尼托森弟兄早年 他也是从这个西方的来 福州的一个和寿文姊妹 那里学习了许多十字架的功课 我们去看尼迪丁的见证里头 就看见了 尼迪丁早年时候呢 也是跟他在一起配搭的 有位比他年长几岁的一个弟兄 那么经常呢 尼迪丁就好像是被他 这个欺压什么时候 尼迪丁每次都是哭的 跑来找和寿文姊妹来诉苦 但是和寿文姊妹呢 就教导他要学习 顺服年长的 来学习十字架的功课 因为和寿文姊妹 自己就是学了十字架的功课 和寿文姊妹也介绍尼迪丁兄 许多英文的属灵著作 尤其是弟兄会的作品 为尼迪丁在真理和生命上 在成长上打下了一个美好的根基 我们要看见 这句话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应验 万有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外面虽然有逼迫 甚至有追杀 但是这却是神为爱他的人 得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益处的地方 的机会 神爱每一个人 但是要万有互相效力 是我们要来爱神 求主祝福我们 能够成为一个爱他的人 所有的环境都是为我们得益处的 都是为我们效力的 扫罗多年来有撒木尔在身边 他却不在乎神 更不在乎神的话 没有把握机会来学习 荒废的大好机会 多可惜啊 虽然大卫在撒木边上的时间不多 但是经过撒木的指点 大卫里面有心来追求 这每一个指点都为大卫 打下了一个美好的根基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学会抓住机会 也创造机会 去找对主有丰富认识 和经验的弟兄姊妹 交通学习 不要如扫罗不在乎撒木尔 更不在乎神 到最后平白的 就把这些宝贝的机会失去了 所以那些说在主来之后呢 在外面黑暗里头咬牙切齿 就是说明明是有这些机会 但他们没有把握住 到那个时候呢 后悔是抬不及的 好 我把这个地图呢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扫罗的住处 也是他的王宫所在 那么大卫呢 是在基比亚这里 帮扫罗来弹琴 解痛苦的 那么大卫呢 从这里逃跑 这是扫罗的王宫 逃跑 他跑哪里去呢 跑到拉玛 距离不远 那拉玛是撒木尔的住处 这是吉甲 就是扫罗被立为王 后来他的失败 几次失败都在吉甲 这也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之后呢 要在这里行割礼 对付他们的肉体的 赤罗在北方 这个就是当时以利 还有他两个邪恶的儿子 在那里 这个约贵在那里 藏目也在那里 但是约贵呢 从那里就被掳了 后来不多几年 藏目 这个整个地方呢 这个四罗呢 都被非利时人拆毁了 那藏目呢 后来就移到了 在这个南边的叫挪伯 这里就是耶路撒冷 那时候耶路撒冷不叫 耶路撒冷叫Jabas 就是要到挪伯那里去了 后来大卫逃跑的时候 也经过挪伯那个地方 这是大卫的家乡 叫伯利恒 有人告诉扫罗说 大卫在拉玛的拿约 扫罗打发使者去捉拿大卫 去的人看见有一班 生严者正在生严 萨木尔站着监管他们 萨木尔虽然年迈了 但是他在训练一班 年轻的生严者 有点像现在我们训练 全时间的训练 一个为神所用的器皿 总是主动积极地来成全人 为主预备何用的器皿 神的灵 灵到扫罗的使者身上 他们就生严了 有人把这事告诉扫罗 他又打发别的使者去 他们也生严 扫罗第三次再打发使者去 他们也生严 扫罗没有看出来啊 这些人能够生严呢 是神的灵跟他们同在的 旧约时候的生严 就是向神来祷告敞开 让神的灵 临到人的身上 而进入一种浑游向外 身不由己的 为神来说话 然后扫罗自己 看他打发的三批人去了 他不相信 他自己也往拉玛去了 神的灵也临到他身上 他就一面走 一面生严 一直到拉玛的拿约 然后甚至他脱了衣服 在撒木尔面前生严 那一昼一夜 肉体躺卧 因此有话说 扫罗也在生严者中间吗 扫罗是一个王啊 他怎么可以跟这些生严者在一起呢 这个完全是神的灵所做的 扫罗三次打发刺客去杀大卫 都由圣灵动工 使他所派出的刺客 被圣灵带入身不由己的状态 三次都失败了 于是扫罗亲自去杀死大卫 结果扫罗到了那里 也被神的灵控制了 他不但不能杀大卫 反而被神的灵感动而生严 究竟是谁厉害 扫罗还在撒木尔眼前 赤裸身体躺卧 他被神的灵制止 胜过 完全是伏在撒木尔的脚前 我们要看见 人间做王的再如何强奋 终要倒在活神的代表面前 神是活的 虽然撒木尔不能保护大卫 但是撒木尔的神 却制服了扫罗 拯救了撒木尔 也拯救了现在困境中的大卫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今天 这段神的话对我们的应用 因为大卫是神拣选的合乎神心的人 为的是要带进神的国的 因此是神的主宰 他必要来亲自成就这件事情 神是主宰者 他在一切之上 在一切之后 也在一切之中 在他的主宰里 神是为了他的国来预备 成全大卫做合乎他心的人 神安排扫罗来试验大卫 也扫罗 这种情形也是来被神所安排的 试验大卫 把大卫放在一个厉害的试炼中 为了要成全他 神也安排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女儿尼甲来帮助大卫逃离扫罗 如果没有约拿丹和尼甲的帮助 大卫就很难 也甚至无法逃避扫罗的逼迫 神是主宰的 在某些重要关头 甚至当扫罗派了三次的刺客去 扫罗亲自要去 神是亲自出手来施行拯救 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看不见的神 约拿丹和尼甲都预表 基督是神的共备 使我们能够忍受神安排的试验和试验 格林多前书第十章 神是信实的 必不容你们受肆诱过于所能受的 他也必随着肆诱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我们信了主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要相信 主连他的生命都舍了 他出了这么大一个重价买了我们 我们是属于他的 有任何的私诱也很可能是出于主的 也很可能是出于撒旦的 但是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的主是更大的 我们要相信主 他是信实的 连王的心都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龙沟的水 他可以随意使其流转 何况是扫罗儿女的心呢 连扫罗的嫉妒心和各种阴谋 也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不要怕 神的主宰 神都在掌握之中 要认识神的主宰和可谓 他是活神 我们要尊重 也珍赏神的同在 大卫受扫罗逼迫的时候 没有消极的反抗 也没有抱怨 你没有看见他记载任何抱怨 定罪 批评 或反对 甚至他还写诗篇的里面 他没有提扫罗的名字 他尊重扫罗是神所高的 大卫就是投奔 我们背十字架的力量 不是我们自己 是基督复活的大能 就是基督自己 作为我们里面的复活 能够经历过十字架的杀死 还能够活着 所以现在活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基督就是复活 他在我们里面活着 在我们里面背十字架 使我们能够经过这些对付 能够活出复活的生命 为主也能够同的主来掌权 大卫逃避扫罗 这是神为他安排机会 去接受撒末的成全 不要埋怨外面不顺利的环境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没有看见 耳朵没有听见 连想都没有想到 我们在任何环境中 我们要学会来爱他 爱他万有就互相效力 这段时间虽然不长 却给大卫一生打下了美好的根基 认识神也使他学会呼求神 因为撒末就是一位出名 呼求主名的人 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怎么提到撒末 十篇九十九篇第六节特别说了 在呼求他名的人中 有撒末 你看呼求 圣经里面呼求他的人是很多的 从人类的第三代开始 就一直有呼求的 但这里头特别提到 呼求主名的人中间有撒末 然后说他们 唯一显露出来的就是撒末 他们呼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他们 在一百五十首诗篇中 有一半以上是大卫写的诗 这些诗里面满了呼求主名 诗篇第四篇 大卫写的 我呼求耶和华 他必听我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 使我魂里有能力 诗篇一百四十一 耶和华 我曾呼求你 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 我呼求你的时候 愿你彻耳听我的声音 诗篇十八天 是大卫在一生里头 到了晚年时候 他回顾他的一生 他说写的诗 我呼求当受赞美的耶和华 你看 神是做赞美的 他赞美是什么时候呢 是在仇敌各种的逼迫里面 我呼求当受赞美的耶和华 救蒙拯救脱离仇敌 曾有死亡的神所围绕我 毁灭的极流使我惊惧 阴阶的神所缠绕我 死亡的网罗领导我 我在极难中呼求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救 呼求主名是撒末尔交给大卫的最好的礼物 大卫学会了在各种金句死亡的极难中 呼求主名得神的拯救 弟兄姊妹 我们也听到呼求主名 我们是不是也会来学习来宝贝 也经常来操练呼求这位宝贝的主的名 他把这个名赐给我们 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能够叫我们拯救 我们不仅是客观地知道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学习呼求主 到了为难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呼求主 撒末尔是神为他自己所预备的转移时代的器皿 他会听神的话 他爱跟神有亲密的交通 不坚持己见 以神的喜好为他的喜好 因此他也是一个声言者 他以呼求主名出名 在平常的日子生活里头 在战场上都是呼求主名来得胜 他认为不为百姓祷告是得罪神的 所以他是一个为百姓常常祷告的好牧人 他在家乡 他所住的地方向神筑了一座坛 做什么呢 就是祷告 就是奉献 就是为神的子民来带求的 虽然他的儿子不好 但是他教导大卫 使大卫也成了一个呼求主名 会祷告的人 相信活神 也爱神的话的人 使大卫能够成为一位合格的王 来带进神的国 弟兄姊妹 我们是否也能顾到神的权益 我们也传福音 我们也来牧养 我们也来成全属灵的儿女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神家中的柱子 能够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这个是我们所要来注重的 最后 我们在此看见有四班人 第一个是属肉体的扫罗 和跟从他的臣服 是多方百计的 要来杀害大卫 第二种就是受逼迫的大卫 但是神却预备了 约拿丹和尼甲 来帮助并且保护大卫 第四个 我们看见 神也预备了 萨默来成全大卫 在这四班人之上 有一个天上的宝座 在宝座上有一位 看不见 却是主掌的神 虽然是隐藏的 我们看不见的 却是奋力行动的 为了他自己的国度 来调度万有 同样的 今天我们看世界局势 疫情泛滥 各种情形 混乱一片 但是我们要从 混乱的地 转到天上 我们眼睛要看这位 看不见的神 是在宝座上 他是主宰的神 我们不要只看 那看得见的环境 还有人事物 我们要看见 那看不见 却无所不在的神 我们要学会来敬畏他 来爱他 接受他主宰的安排 好跟他配合 求主祝福 我们今天听见的每一位 让我们做一个爱他的人 看见他的人 阿们 他在宝废下的天上 他在宝座上